點選當衝最愛 獨家AI分秒預算大互比 當天前綠鼓浮線檯面 輕鬆一鍵長到 等箭頭訊號太慢 盤中居駕線隨時看 現買現賺一根漲停板 真正能操盤APP 重碼大師 你看得到 也吃得到喔 HELLO 各位粉絲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對大盤的看法 還有各股的選擇 非常歡迎各位鎖定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籌碼大師的時段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鎖定籌碼大師喔 選擇籌碼強勢股超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我是籌碼大師李仲鑫 哇上禮拜五的美國股市啊 除了經濟數據好之外啊 空頭也搶著回補啊 上禮拜四跌超過50%那些美國銀行 上禮拜五漲了80% 那包括蘋果的財報量 蘋果也漲到4.7%左右 4.69% 所以 上禮拜五因為就業數據很 就業數據加 區域銀行股暴漲 再加上蘋果財報助攻 三大因素 所以呢 上禮拜五的美國指數大漲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內支的態度 因為在上禮拜五 台北股市還好表現了 可是上禮拜五 這個融資幾乎沒有增加 漲點本來加速也非常少 也就是說大戶這兩天在看 禮拜五動作不積極 不過今天看起來還算不錯 因為今天雖然指數漲了73點 成交量是2147億 不過看到內支的動作 倒還可以喔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全支股漲 那內支如果不動作 內支站在賣方 可能 對指數來講 還有個股來講 尤其是漲多的股票 譬如說 今天的軍工 就表現沒有那麼一致 因為軍工畢竟也漲多了 不過今天散熱的族群呢 看到內支在點火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內支還在喔 內支還在裡面喔 那 其實這是未來 各位要觀察重點 看今天的融資 今天晚上大勢要鎖定 融資增加到底 是增加在什麼樣的族群和類股 這個是一個重點 那短線漲幅以大的個股呢 建議各位不要追 那留意盤整突破的股票 那盤整形態突破的股票呢 我們今天系統 有一些股票出現訊號 而且是盤整形態 今天剛剛才突破 剛剛成形訊號 今天剛剛才出來 這個才是你要選擇的股票 因為很多漲多的 像我們系統 老早出現訊號股價已經漲了一段 漲了五成漲了八成的 那些 當然現在看到一些例都出來了 那個你也不要追了 因為你沒有買在起上點 離我們的成本一段 你這個地方追 就沒有人知道 萬一它轉弱 可能我們是 還是大幅停利喔 可是你可能變成要停損 所以操作上 我一直建議投資朋友 你要買就買起上點 當然 在起上點 訊號出現的時候 可能根本不曉得 那漲怎麼回事 看不到利多 不曉得怎麼回事 但是 可能漲了一段之後 後面的利多就出來了 所以 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會問 老師怎麼會這樣 很簡單啊 知道後面有消息的 先進場先拉啦 對不對 等到後面消息出來 他就賣啦 這就是市場 老是市場好險惡 其實不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大戶 你會不會這樣說 我相信你也會吧 對不對 你如果知道消息 你都還沒買過 你都還沒有買夠 你會告訴我嗎 你會告訴你的好朋友嗎 大家都上車 你都還沒買夠怎麼辦 對不對 一定是 自己先買 先佈局 先買夠 你再跟消息釋放出去 讓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對不對 讓大家買的成本就比你高一些嘛 然後再釋出消息 給媒體 給法人 他們買的更高 不是你早就獲利了嗎 如果你是不是也這樣做 一定是啊 不要說這些大戶都在坑殺展戶 其實這是每個人賺錢的方式 所以 面對這樣子的市場 我說他是戰場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要賺錢 三大戶要不要賺錢 要啊 那是主力大戶公司派 要不要賺錢 大股東要不要賺錢 要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 從這些資本 這麼雄厚的大咖 手上 把錢賺到自己口袋 這個就需要方法 對不對 那方法是什麼 像我們致富一家插盤系統 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看 上禮拜路美股好強喔對不對 道琼那是 今天比較有趣 美元指數往下是貶值 美元貶值 台幣往上是貶值 美元貶值台幣也貶值 不過德國法國在上禮拜五表現不錯 所以 只要現代幣貶值幅度不大 像我說的待會給各位看 那個線圖 道雄在五月一號創新高我說指標背離要拉回了 結果真的拉回了到禮拜四 對不對上禮拜四嘛 這個地方有可能會背離 當時我說 是啊 指標確實嘛 指標 股價創新低 指標沒創新低 不過我說這個機會比較難 不過上禮拜五美股還真的厲害 真的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了 對不對 現在道雄要克服的是KD指標過這裡 要過這裡 它的趨勢還算是正式的扭轉 還算正式的扭轉 現在 我看法還先以盤整來 盤整的看法來對待 S&P500一樣 守在季線 費半的整理完之後 這裡還算不錯 他就 準備這個地方要不要突破了 他如果這個地方突破 所有的均線就站上 現在還在壓在季線之下 對不對 其實最強的 反而是納斯達克 對不對 納斯達克幾乎要創新高了 所以納斯達克最強 那納斯達克要突破的是這個 因為上次納斯達克在這裡創新高的時候 5月初啊 KD指標並沒有過這裡 對不對 當時我說背離嘛 這次過呢 這次過這個地方要過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納斯達克的 應該會是率先 變成多頭的股票 多頭的這個 對 他會率先 變成 突破 變成多頭的指數 應該這樣說 來看德國 德國其實在上禮拜五是創下收盤新高 對不對 算是厲害的 法國最近 就進入整理嘛 法國走勢比較弱 德國還不錯 所以 看起來歐股還蠻強的 那加薰指數在這裡僅限 這個新春紅盤的跳空缺口 我說會有手 所以在這裡一根長黑 全市場都看 很壞對不對 說大盤完蛋了 要完蛋了 可是我的看法 當時我說這個地方會有手 你弱勢股反彈再來賣 對不對 那老師今天這個 站上季線的呢 而且已經來到 這個 20線 盤中有突破 收盤 大概在月線附近 我個人覺得已經不錯了 因為 KD指標已經來到70 我記得上禮拜五大概60以上嘛 60以上不是 翻多嗎 我記得我在節目裡面提到 電子類股也在60以上了 今天64.78也過了 電子類股是不是明顯比 集中市場弱一些 有嘛 對不對 他這個季線還沒站上 跟廢半一樣 OTC就很強 OTC所有短期均線 短中長期均線都站上 所以OTC確實比較強 比較強 你看KD指標他也比較強 對不對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 還是比 這個大型股強一些 所以中小型的族群還是可以留意 那 只是我昨天大世界話特別提到 你要看 內置有沒有 在裡面玩 如果內置沒有 漲停板的股票很少 或者是 融資沒有什麼增加 融資增加的股票 都在下跌 這個就要小心 所以今天晚上大事的話要鎖定 我常說要成為贏家 三大要件 你要背起來 看對趨勢選對股票遵守的機率 這一波五月初 美股出現高檔背禮 我是不是第一時間在節目裡面說 真的拉回 拉回三四天 雖然 只拉回三四天 但跌的幅度真的嚇死人了 對不對 那幾天到 窮跌很深 所以 這個 不管是趨勢 不管是個股 其實你一定要鎖定 籌碼大師的節目 選對股票 透過量家籌碼的精算 再來 再來就是 最難最難最難的啦 什麼 遵守機率我喝口水 我待會有講故事 因為最近我們不是 辦一個專案嗎 很多 好朋友來加入 對不對 那 有一些 股票 該怎麼太會幻想 其實是真的是 非常好的例子 我舉個例 待會跟各位說 那其實我 剛剛不是說嗎 你就鎖定我們的節目 我幫各位 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 Telegram的 QR Code 右邊是 Lite8的 QR Code 趕快成為 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樣看到大世界話呢 很簡單 加入籌碼大師的Lite8 然後點擊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PO的K線圖 我晚上的大世界話 每天的籌碼表格 還有我們的節目 那剛剛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麼 例如說 看對趨勢選對股票遵守紀律 的遵守紀律這一項 例如說我們系統出現訊號是不是 量價籌碼打分數嗎 不是講過N遍嗎 剛剛也各位看到 量價籌碼 所以在大阪還沒揮檔的時候 3月28號 我們系統 針對創意和威盛 就出現做空訊號 也提醒了 我們軟體的加入成員 對不對 12點54分 3月28號 這一天 3月28號 對不對 29號創意又下來 哇那個應該是IE設計 最早回檔的股票 前一段時間 這段好強啊 漲了50% 對不對 全市場 都在說細製財 哇 這裡一轉錯 轉錯大家覺得懷疑人生 怎麼會這麼快啊 這裡還有網友說 老師你自己做空 再不談起來嗎 我談起來又還沒 平常訊號緊張什麼 對不對 它是一個趨勢 等到平常訊號出來 或者是 翻多 我們就轉向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 老師怎麼忽多忽空 也沒有啊 哪裡忽多忽空 這裡不是做多這裡做空嗎 這裡不是做空來 來 當時這一天我記得 4月24號 說這個 這個季線有的危險 隔天長黑 那位網友 可能 看到長黑這裡才空的 談起來又說 老師你看又談起來了 所以 你如果有系統的話 你不是應該空在這裡買在這裡 所以 當天5月2號出現訊號 我也第一時間在節目裡面分享 空單回補了 對不對 希望這裡這裡不是也做空嗎 有沒有 左邊 這裡做多 這裡做空這裡多沒賺到 對 這裡做空這裡做多還有賺到 可是重點是 這裡做多一大段賺50% 你要的一定是這個對不對 但是 人性上 會想說老師那你前兩天有低怎麼不補 這就是很多投資朋友 常常面臨到的問題 老師前兩天還有低點為什麼不補 那前兩天那時候你不曉得他轉強 他有沒有轉強不是我能決定 不是說很多次嗎 老師這裡為什麼會有訊號 因為那裡變成95分啊 這裡為什麼有訊號 這裡95分啊 之前這裡為什麼沒訊號 老師這裡比較低呢 這裡比較低他沒訊號啊 他 沒有訊號的邏輯 他還沒翻多 甚至是他可能下跌的機率還比上漲機率高 所以 不是隨便出訊號 老師你看他守在季線好像會翻多 那也是事後看 我認為 所以這個訊號不是 均線之上或者是均線交叉指標交叉就有訊號 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七八十分六七十分就應該有訊號 之前我有一些會員說 老師我們訊號這個條件 可不可以不要放軟一點 不要95分啊 如果 90分呢 85分呢 那我們就可以提前一兩天買到 這個會員也蠻有概念 我說這樣子 這是我測試的結果 如果我把分數一降 降成95分 降成90分好不好 對不對我們95分是值優勢嗎 降到90分好 降到90分 每天出現訊號股票越來越 就更多 85分 85分就一堆 你可以降更低啊 就像KT指標黃金交叉 這個大概都不到50分 50幾分而已 KT指標黃金交叉每天股票幾百支 你怎麼選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透過量價籌碼打分數的方式 給他一個分數 而且我把分數提得很高 這樣出來 變成 資優勝的機率就大 就很高嘛 所以你看創意是不是一路往上漲 對不對 今天還在漲 所以這個 這個訊號有沒有重要 你這裡做空這裡就補就好了 對不對 好 威勝呢 威勝同一天嘛 同一天做空 下去 威勝沒有要補 還沒 看起來有機會要補 老師過幾天上來 過幾天上來你就補掉啊 那如果沒上來 續報啊 這個邏輯弄清楚沒有 不要過幾天上來 說老師他前兩天 威勝比較低你的不補 趨勢還沒決定 趨勢還沒轉彎 我們要買他轉彎的位置 這樣懂了沒有 不是 要買一路往下拆 要空一路往上空 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做法是 當他趨勢確認的時候 95分出來 95分了 你就照那個方向做 就那麼簡單 我舉例 例如說長榮吧 各位時間記起來 5月2號 5月2號那天 我是在節目裡面第一時間跟各位說 長榮我們出現 系統竟然出現做空訓 對不對 這裡本來做多 這裡平倉對不對 這裡還小賺 這裡做空 老師怎麼這個地方會空 長黑破季線 所以那天有一個新的加入成員 加入我們 他手上有一些 長榮海域 老師我買的比較高 我說你還不是買來最高的 你算是買了半山腰的 為什麼交通 因為看到長榮出現做空訓話 有點害怕 隔天又下來了 當天我就跟這位會員說 隔天 就隔天這一天 5月3號 我說你換一換 你看 當時我們 5月2號這天 在節目裡面 是不是說 說這次 星星 星星5月2號 那天收143塊半 長榮海運好像是收155塊半 我說這樣子吧 你把長榮海運 換一些到星星 上面 換到3037 他說老師我還賠錢 我買了170幾 還賠錢 他不是買最高買半山腰 反彈上去這裡啦 買哪裡買這裡啦 這裡啦 買這裡 因為有利多嘛 配息配很高嗎 40%的殖利率還記得吧 這一天啊 他買了這裡 170幾 我說你換幾張啦 他有10張 我說那你換一半吧 換一半 不然換1 3分之1 我建議他 我說你看喔 150幾塊 你現在賣盤中 我說你現在賣還有153塊 因為前一天 5月2號是收155塊半 你還有153 賣一賣 你換星星 再換星星143 你一張換一張 你還可以多手上有1萬塊錢 你換一張 你5張就換 5張賣掉 換5張星星 當然他還是蠻捨不得的 換了3張 老師這種 因為 套勞嘛 買170幾塊 砍150幾 差20塊錢 一張差20 買173 賣153 會痛 當然會痛我也知道啊 一張差 差2萬塊 賣5張就要10萬了 對不對 那他就這個會員就賣了3張 結果各位你看 星星從143 這天收143塊半 隔天還有更低喔 所以143 今天變161.5 他本來153 長榮賣掉換143的星星對不對 是不是 手上還有1萬塊 今天最高161.5 變了17萬 變了171.5 等於長榮 20塊回來 等於長榮漲到171.5 他是快要解套了 是不是啦 對不對 常常買在173的 砍在153的 痛不痛痛 一張差2萬 但是你買對星星 買在143漲到161.5 差18塊 差18塊 17塊 18塊 對18塊半 差18塊 那是不是回來了 你長榮是不是會解套 對 所以重點是這個嘛 老實說常常可不可以抱到17幾 不要說17幾的 這160以上很多人套勞 壓力就很大了 這樣懂意思沒有 你要回來 你不如換股 這裡出現做公訊號 你就賣掉 這裡出現做同一天嘛 不是嗎 這裡出現做對話你就買進嘛 而且 星星天天512號 前一天我不是出現訊號嗎 512號那天什麼 放假對不對 放了什麼假 我覺得 圓夢假 大家想說公司這個 明明是什麼 無星假 取個好命叫圓夢假 全市長說糟糕了 這家公司 要修無星假 就這天消息出來的 所以這一天很多人砍啊 無星假出來 圓夢假出來 圓夢假出來之後竟然長成這樣 老實這個市場真難玩 對 這個就是股市 對不對 我們出現訊號的隔天竟然出現 圓夢假的訊息 利空在洗完盤之後上去了 老實市場怎麼那麼險惡 你不要說市場險惡啦 如果 你有我們的系統 你知不知道這個地方該做多信息 然後那個 然後同一天你該把常用海域賣掉 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多簡單就照做就好了 不是我常說 你照做就好了 但是 太若換牆 很多投資朋友做不到 那怎麼辦 系統帶回去 或者加入我們團隊 我幫你換 你還是得換 不要每次都問我 老師我 會不會回來 我抱他10年20年會不會回來 那個就是駝鳥心態 賠錢的捨不得 你換了 沒有幾天的一個禮拜左右 就回來了 你要常用漲20塊比較容易 還是新興漲20塊比較容易 這樣概念有沒有 明明常用往下的趨勢 要彈起來20塊 多難 新興往上的趨勢 20塊 很快就達標啦 這概念 現在懂了沒有 所以 要太若換牆 對不對 常用真的 這個地方我是蠻擔心的 有海運投資 有海運投資朋友 你真的要考慮換股 好 那這些訊號怎麼來的 量價籌碼精算 寶一來 幾% 90% 從34塊 102% 對不對 105% 好 這兩天保益回檔 哎喲 上禮拜也有說 這個 支撐線會彈上去 好 找盤是在支撐線之下 收在支撐線 那如果 過兩天破線呢 平常訊號出來 你就賣啊 這裡平常訊號賣掉 你是賺爆掉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這就是方法 這個就是工具 如果你沒有 你就 真的要認真考慮 你尤其是 你手上有一些弱勢股 要不要太弱換強 強的股票在哪裡 在我們掌握當中啊 對不對 滑指 強不強 我們有內線喔 應該有人有內線 因為這一天有 帶大量 去追的啊 對不對 隔兩天還下了洗盤 然後就4月19號那天 蔡總統的 探權的題材出來了 隔天漲停 一根 隔天再隔天 一根漲停板 從頭到尾 兩根漲停 第三天 連續三天 三根漲停板 比較有趣的是這天吧 26號投信才買2600多張 就到上禮拜五 投信賣掉了 投信 我在那個抖音上面有人說 老師你看可是投信賣了呢 投信五天內不能賣股票 他等到第六天真的賣掉 這裡買的喔 這裡賣大概成本附近小賺一點點 投信比較少這樣做 但我的邏輯很簡單 投信賣了今年有沒有重挫也沒有 他支撐已經跑到這裡來了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在這裡 支撐破掉你是不是賺錢 是嘛 你還是大賺嘛 這樣就好了 我沒有辦法出來最高點 我一再強調 我不可能買在最低 也不可能出在最高 但是我有辦法 幫各位掌握起上點 賣到轉弱點 對不對 這就是邏輯嘛 優勝你看 三角形跟著箭頭 這裡還在買喔 老師今天跟你成本 對差不多 又回來 這邊買下雨線嗎 又回來 回來 爆大了黑care 我認為這個高點會過 看法沒變 如果你買在這裡的 就續爆啊 就那麼簡單 那說 老師這個優勝沒跟上 華指沒跟上 5月2號當時我不是說嗎 我們摳了台藥 新復興大雨滋 有沒有 摳在哪裡 1點07分 5月2號 來 台藥來 5月2號 你看到長榮海運 剛剛星星不是也都5月2號嗎 是不是都5月2號 所以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信心 長榮是做空嘛 對不對 星星是做多嘛 那這些是不是做多 是啊 是不是 都是5月2號啊 是不是 拉回來 來 老師 沒有平常續爆 就續爆嘛 對不對 台藥 新復興來連續 每天開離走高 連續4根紅黑 老師今天下來 那下來又怎樣呢 三角形跟著這些箭頭 連續兩天95分 你就續爆嘛 對不對 如果空手了 早期會買嘛 對不對 那再來 大雨 這個 4月28號 大雨滋其實在 連假前 4月28號我們就說了 對不對 洪聖 有沒有 聖洪啦 大雨是這 4月28號 5月2號 對不對 所以5月2號 4月28號 摳會員一次 5月2號再摳一次 因為4月28號是三角形 5月2號是箭頭嘛 對不對 好 哇 5月3號漲停板 對不對 賀圖 5月3號 來 連四紅了啦 連五紅 31% 有沒有這麼快的啦 你在長榮海運 能這樣子嗎 沒辦法 因為上漲都有人套牢嘛 現在你懂了沒有 為什麼要買這裡 因為他會比較快嘛 這裡為什麼不買 這裡就沒有要漲啊 所以我不是買最低點 各位買股票 不是買最低點 買起上點 還不是轉折點 要買什麼 買起上點 買起上點 懂了沒有 所以這個 詐宇茲有沒有厲害 老師今天沒漲 沒漲又如何 這裡啊 所以你買在起上點 迅速脫離成本 你才抱得住 就像我剛剛講的 所以操作上 來 盛宏 有沒有 三小型一樣跟他箭頭啊 洗洗 5月4號他就漲停了 是不是 5月4號啊 今天呢 這上禮拜五 今天呢 今天在 創新高 附近震盪 就續爆啦 續爆啦 因為 我看到內置還有在做 那5月4號上禮拜四不是call綠戒嗎 綠戒來 上禮拜四他也沒漲停喔 我們call的時候沒有漲停啊 售盤也沒漲停啊 1點17分啊 沒漲停啊 結果禮拜 禮拜五 禮拜五就漲停了 是不是 今天呢 今天還漲半支 所以 起上點重不重要 再看一遍 再強調一遍 買再起上點 不是買這裡啦 老實說這裡為什麼不買 其實沒有轉強啊 因為大汙還沒有要動 量還沒出來 所以我們不是量價籌碼打分數嗎 不是指標交叉嘛 有量才有用嘛 有量才有用 對不對 你現在看懂了沒有 有量對不對 好 你看 我們上 5月2號 那天大宗漲停 3號大宇之漲停 4號 聖宏漲漲停 5號 綠戒漲停 上禮拜23 因為禮拜一休假嘛 2345每天都漲停版 上禮拜好不好做 好不好做 確實也不太好做對不對 所以 重點 就是我說的 人性的弱點是什麼 買對抱不住 買錯捨不得 對不對 那 怎麼樣 會贏 成為贏家 那買對抱住 買錯捨得 你不就贏家了嗎 大贏家 重點是第一個你要買對嘛 然後呢 買對你要抱得住嘛 如何抱住 如何買對 支付銀行要操板球帶回去啊 幫各位擺脫人性的弱點 對的 你抱一段 才能大賺 才能看到財富的累積 錯的 錯的你小賠出場嘛 對不對 我不是說嗎 成功機率7成 如果 賺7次 賺不止10% 賠3次 賠不到10% 你肯定賺爆 你看這些股票都漲翻了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來 跟著我們 並肩作戰 勞工獨享的專案喔 我知道 各位很忙 也很辛苦 大家在這個職場上 打拼為了給家人 和 給家人過最好的生活 對不對 然後 好不容易 存了一些錢 來股市 然後又 又被融回去 真的很氣 也很辛苦 那怎麼樣 從 現在的狀況 能改變呢 很簡單嘛 對不對 改變方法 改變你的操作習慣 如果自己沒辦法做到 怎麼做 跟著籌碼大師 跟著我 為什麼1加1 我知道 你看了 APP 你可能下不了單 下不了手 所以 侯訊員一起給你 二合一的專案 1加1 除了你有APP帶回去之外 看到 股票打出來看看 有訊號 再來就是 看到訊號 像我們提示的 你不敢買 我帶你去買 你這樣子才能 這個 二合一 才能享受到這個 專案的威力 所以這個專案不是常常有 我們都分開來了 所以這次 因為 之前是勞動節 所以特別推這個專案 要幫助大家 因為 這些股票我們幫各位選好了 這些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這些股票都展報了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這個 你看華府 是不是從這一段 你要真的報一段 要報一段 有沒有中間都沒有平上去 這才是系統的威力 你這樣子才能賺大條 他漲了150幾% 其實你有好幾檔 可能賠了3%5% 你還是賺爆了 你還是賺爆了 對不對 飛鴻也沒平昌訊號到現在 90% 是不是 寶一 平昌訊號還沒出來 華府是出來 對不對 中域呢 中域你看 中域 135% 漲到135塊 漲了67.7% 剛口誤 漲了67% 對不對 華子 華子平昌訊號也還沒出來 沒有幾天52% 沒有平昌訊號 你就續報 所以 你不要追這個地方 因為你要的是這個 你要的是起漲點 你要的是起漲點 懂意思沒有 所以我幫各位找到 這一些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漲停板 來 這才重點 我不是說嗎 漲多的股票不要追了 這檔股票 剛剛盤整形態剛突破 你要的不是這個嗎 所以如果明天有下來 趕快進場啊 對不對 這檔股票也是啊 是不是 出量喔 盤整形態剛來喔 本來每次都收上影線 今天直接收上 直接衝上來了 所以你要的一定是這個 因為 量出來了嘛 量出來了嘛 這個本來量 要換手 過不去 今天直接過了 你要的這個 我幫各位準備好 所以 趕快把握這樣的專案 來 跟著我們 一起並肩作戰 你要打仗對不對 你要打仗要什麼 你只要武器裝備吧 對不對 你要拿最好的武器裝備 再來就是 你自己的 作戰計畫本質學能 那老師我可能學 沒你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厲害 當然我有30年的操盤經驗 你要有我那麼厲害也不容易啦 好 那沒有我那麼厲害那很簡單啊 你就 好的工具武器裝備什麼 就是APP嘛 手機APP對不對 然後呢 我幫各位擬定作戰計畫 戰術戰略擬定好之後 發在口訊上啊 所以 你有好的武器裝備可以印證 再來就是 我帶著各位 把戰術戰略擬定好之後 跟著我們 一起面對 股市這個戰場 如果各位你之前操作都不順利 你一定要把握這次的機會 非常難得 1加1的 勞工獨享專案 我股票準備好了 就 等你明天一起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報導支付專線 成為支付贏家 我們明天見 謝謝